这个小女孩发现了只眉毛的小鸟 顿时被可爱的样貌所吸引 随即将手中煎饼喂给了她吃 可小女孩却浑然不知危机即将来临 看着小家伙吃掉了煎饼 便还开心地想与妈妈一起观赏 但下一秒她却蒙住了 一大群小鸟将小女孩给围住 原来这就是远古戏恶龙 而且还是非常恐怖的食肉恐龙 等父母听到女孩的尖叫声 匆匆赶来却为时已晚 眼前的一幕却让母亲崩溃了 岛上的恐龙事件瞬间传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吸引了众多科考队前来一探究竟 科学家老马受老哈的邀请 跟随着科考队前往岛上进行考察 但在几人抵达岛上之时 瞬间被剑龙幼崽所吸引 小美立即掏出相机准备来一张照片 可却忘了将闪光灯关闭让剑龙幼崽收惊 将母龙引了过来 愤怒的母龙一个神龙摆尾 吓得小美急忙一个闪现躲避 最后钻进枯树里 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这时众人发现银币失火 折返回去后才发现是黑妹在作反 突然空中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 原来是雇佣兵得知了恐龙的消息 准备利用恐龙来从中获利 一瞬间恐龙受惊到处乱串 很快大批石草类的恐龙被捕获 就连身怀铁头弓的明和龙也被抓获 这一切全被想保护恐龙的科考队看到 几人也暗自计划着什么 这边的队长似乎还不满意 准备抓头霸王龙玩玩 随即在森林深处发现了霸王龙的脚印 跟随着脚印他们找到了霸王龙的巢穴 却发现里面只有龙崽子在干凡 于是几人将他绑住当诱尔吸引霸王龙前来 但在晚上之时 老马与小美几人偷偷地潜入雇佣兵的营地 将所有的恐龙全部放出 而营地一瞬间被恐龙肆意地破坏 没一会雇佣兵们乱成了一锅粥 老马与小美趁机将霸王龙幼崽救出 无故同伴地警告 将他给带回了自己的营地 对龙崽子进行救治 而黑妹越发觉得不安全 于是老马带着他躲在高处 突然树林之中一阵骚动 小马健壮立马前去通知小美 但却为时已晚 这头霸王龙来到房车前 对着车内几人就是一声咆哮 小美连忙下车将龙崽子归还了回去 几人本以为安全之时 霸王龙直接开始攻击 将整个房车撞翻 随即慢慢地将车推到了悬崖边 车厢内的三人抓住家具苦苦地支撑着 但这时 好在小美只是掉在后档风玻璃上 但可惜这玻璃明显不是中国制作 裂痕开始越来越多 但下一秒 一部电话掉落导致玻璃破裂 好在小美坠落的瞬间 被老马利用背包拉住 最后将他拉了上来紧紧地抱住 这时同伴赶到悬崖边 剑壮立马丢下救援绳 将另一头系在大树上 可这暴雨天导致车辆开始打滑 朝着悬崖慢慢地划去 同伴立即将牵引绳系在房车上 随后一脚地板油疯狂地踩 房车这才被拉上了一些 但刚才的营救时制造的声响已经传进森林里 将霸王龙父母吸引者返回来 随即就一口下去将车顶咬碎 就这样同伴成了两头霸王龙的晚餐 房车没了同伴的拉力 直接迅速地向着崖底坠落 幸好的是刚才同伴的救援绳让三人侥幸逃生 现在他们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好在雇佣兵此时赶来将三人给救下 在发生了这一系列危险的情况下 雇佣兵与科考队只能放下成剑仙团结作战 一起结伴同行离开这座岛屿 在晚上众人熟睡之时 一头庞大的头颅出现在帐篷外 随即便一头钻了进来 原来是小美衣服上有龙崽子的气息 这时旁边的黑妹被霸王龙的口臭熏醒了 吓得差点尖叫出来 却被小美立即阻止 原来霸王龙只会发现一栋的生物 正准备离开时 帐篷外的同伴却被眼前的霸王龙 吓得大声尖叫 这举动也将所有人都暴露了 面对着霸王龙的疯狂追击 众人也被吓得四散而逃 慌乱中 小美几人躲进了一处山洞 狭窄的洞口将霸王龙暂时拦住 可身边的同伴发现衣服里却钻进一条蛇 她吓得跑出了山洞 结果被霸王龙一口下去 直接去领盒饭了 霸王龙这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另一边 雇佣兵逃到了麦田地内 却被一群迅猛龙悄悄地包围了 众人浑然不知危险即将降临 这一群人正在麦田地内拼命地逃跑 却浑然不知四周有东西正迅速逼近 很快队伍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扑倒 等众人反应过来 便开始四处逃窜 另一边 小美几人却误打误撞地逃到了一处废弃的通讯中心 但这里已经成为了迅猛龙的聚集地 幸运的是这只迅猛龙只对小美背包感兴趣 同伴趁机跑进通讯中心呼叫救援队伍 这时大批量的迅猛龙迅速赶来 直接将小美与黑妹逼进废弃仓库 只留下老马在外面与迅猛龙周旋 在一番追逐之后 老马趁机躲进废弃仓库里 但迅猛龙在后紧追不舍 老马直接爬上房梁上 但没想到迅猛龙直接一跳 拦住了老马的去路 关键时刻 黑妹利用自身的体操技能将迅猛龙一脚踢出无外 这时救援队也及时赶到 老马几人最终成功地逃离了这里 另一边 不死心的雇佣兵利用麻醉剂 成功地捕获了一只霸王龙 并且连同龙崽子一起准备带回城市 雇佣兵背后的部主召开新闻发布会 描述着他的侏罗纪公园计划 但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货船上的霸王龙已经醒过来 将整个货船上的所有人全部吃掉 货船因没人驾驶直接撞向了港岛 随后霸王龙挣脱了货箱缓缓走下货船 随即在城市中央肆意地破坏 一时间整个城市乱成了一锅粥 而小美与老马见状前去新建的基地找回龙崽子 俩人准备步骑从尸袋上龙崽子吸引霸王龙回到货船 老马开着车将霸王龙引到码头 然后抱起龙崽子直接进了货船 但这老板有些不甘心 便偷偷地潜入货船准备偷走龙崽子 可不知道的是 霸王龙此时已经在身后了 不出意外的话这老板已经领合饭了 老马见状只能迅速地关上舱门 最终货船的启动慢慢地离开了港口 这次危机也随即平息 霸王龙也被送回小岛 相对而言这一部的剧情比前一部丰富许多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戴然 关注我 让我带你看透电影的一切 我们下期再见